新华社内罗币12月17日电,记者丁磊杨真摩加迪沙消息,美军非洲斯林部17日发表声明说,美军15日和16日,在索马里中南部,最极端组织青年党目标实施一系列空袭,打死该组织62名武装分子,声明说,空袭是在索马里政府的协调下进行的,打击目标位于首都摩加迪沙西南48公里的甘大尔舍镇附近,其中,15日实施了四轮空袭,打死34名青年党武装分子,16日又实施了两轮空袭,打死28名武装人� 声明说,没有平民在空袭中伤亡,索马里青年党,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织,近年来在索马里及其邻国多次发动恐怖袭击 环球网综合报道,莫斯科政府,寻求在北极圈发挥影响力之际,俄罗斯国防部18日表示,明年将在此战略要地扩大驻军 台湾中央社19日称,北极圈富含狠腾,且身具军事重要性,莫斯科多年来日渐增加北极活动,将此列为优先让务 俄国防部长邵一鼓策给SHOIDU18日表示,2019年,我们将完成基础建设,好让防空雷达部队与飞航导引少战,进驻撕裂德尼岛Threadney,南格尔岛Rangel,与施密特角Gap Schmidt 他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出席的国防部会议上表示,北极圈其他地区的军事人员宿舍,与航空基础设备都已完工 报道称,随住气温升高让北极航道建开,矿产开采比过去容易,俄罗斯北北极圈也越来越感兴趣 近年在北极建造一系列军事与科学基地,XVU Dark Pulse,7500D21,环球时报驻美国,德国,加拿大特约记者,肖达清木桃短房陈一游玉鹏,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通过推特宣布 现任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将于2019年1月1日出任代理国防部长,这意味着特朗普三天前宣布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明年2月的去职时间,将提前至今年年底 特朗普提前开除马蒂斯的决定,再次激起了美国舆论对他的新一轮态法 纽约时报称现在每天都有一场特朗普战争,三优他可能即将失控,华盛顿邮报更直接卖特朗普是流氓总统,为此 特朗普24日在推特上,为其从叙利亚扯军的决定辩护称,取代世界各国的政权,不应该是美国的工作 不过,德国电信政治朗24日称,特朗普所谓不干涉,只不过是无利益 不干涉,本质上还是美国优先,我很高兴地宣布 我们非常有才华的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将从2019年1月1日起,担任代理国防部长 他在担任副防长,以及此前在波音公司任职时,都有许多成就 他会很棒的,特朗普23日发布的这则推特立即震动了美国舆论 特朗普突然宣布开除一名已经核实的国防部长 给五角大楼别荡起伏的这一周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金太号 纽约时报称,特朗普任命沙纳汉,1月1日起代理防长 就是直接开除马蒂斯 日前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后,马蒂斯到白宫地交了辞呈 特朗普发推称,马蒂斯将在明年2月底光人退休 不过,随后马蒂斯公开了他的辞职信 信中指责特朗普忽视盟友,并称你特朗普有权热命一位与你的观点更加一致的国防部长 我认为我辞职是正确的决定,这让特朗普非常愤怒 纽约时报称,显然马蒂斯和特朗普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 白宫认为马蒂斯没有继续待下去的任何理由 华盛顿邮报则根据内部人士的爆料 插露了特朗普这两天来从让马蒂斯光人退休,大力及开除的新路历程 华盛顿邮报称,根据政府内部人士的说法 特朗普怀疑马蒂斯是煽动媒体关于特朗普负面报道运动的一部分 在取消傅佛罗里达过圣诞之后 特朗普这个周末就像是被放逐到白宫一样 他一连数小时待在办公室收看有线电视新闻节目 他特别被媒体称,马蒂斯为白宫仅有的几个成年人之一 和防范总统冲动的人力护栏的评论大为光火 他太生气了 以至于他周日一大早就下令通知马蒂斯被提前开除了 对于特朗普任命的代理防程沙纳汉 美国媒体称,沙纳汉此前一直在波音公司工作 负责商用飞机和导弹防御项目 2017年7月,才出任资管财政的国防部副部长 华盛顿邮报称,来到五角大楼后 沙纳汉与特朗普一样,对商业更加友好 他还不顾众人的反对实现了特朗普建立太空军的想法 这为他赢得了白宫的赞人 不过,报道担忧,与马蒂斯不同 沙纳汉没有在军队中服过意 几乎没有外交或者政府工作经验 XVU.PLOS,7,531,百余制军地高校代表队 被决首届至盛空天赋2018无人机挑战赛 首届至盛空天赋2018无人机挑战赛 于12月15日至17日,在空军工程大学聚办 来自国防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厦门大学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等军地高校和科研议所的 一百余制代表队展开备决 俄外长,乌总统准备12月底,在俄边境发起挑衅 俄罗斯卫星网,12月17日消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准备12月底,在乌俄边境发起挑衅 12月10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签署了法案 在2019年4月1日之后,不再延续乌俄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 据央视新闻报道,波罗申科说 终止乌俄友好条约不是一个小插曲 这是乌克兰宇旧时代告别的标志 是转向欧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乌军再次曝光真主党跨境地道,以离边境局势趋近 以色列国防军16日发表声明说 乌军又发现一条黎巴嫩真主党修建的 从黎巴嫩延伸至以色列境内的跨境地道 这是自本月4日乌军发起旨在摧毁 黎巴嫩真主党跨境地道的北断行动以来曝光的第四条地道 随着乌军曝光更多跨境地道 以离边境局势正不断驱警 俄萨尔玛特洲机弹道导弹或将启动飞行试验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斯林希尔戴卡拉塔耶夫表示 俄罗斯新型洲机弹道导弹萨尔玛特 将于近期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飞行试验 发射场为此正在建造必要设施 额令因陀罗海上军演结束沿海上遭遇战 俄罗斯国防部东部军区太平洋舰队新闻处12月16日报道称 俄罗斯与印度举办的 伊陀罗附2018海上军事演习在孟加拉湾结束 在演习过程中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印度海军东部舰队的海军们 在实践中完善了联合战术机动的技巧 从行进中的游轮为舰船补充储备 并被可以船只进行检查行动 新华社杭州9月23日电 由浙江大学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两代一星历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第五届 让代一星博房论坛 日前在浙江大学成功举办 来自火箭军 中国科学院 航天科技集团 航天科工集团等八家军地单位的60余名专家参加论坛 这届论坛以人工智能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与挑战为主题 实验我国人工智能领域 在事业格局 创新能力 资源配置 体质政策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与问题 结合世界现代军事史 和两代一星历史研究成果 从国际化视角 对未来军事技术进步和战争形态发展 颠覆性创新技术 在未来战争中的应用 世界军事变革的大事 以及未来战争形态等课题 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探讨 期间 日会专家参观了浙江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并与校方就未来精准合作等事宜 进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 两代一星博房论坛 始于2014年 成果得到各方高度认可 为军地国防科技军民融合发展 架起了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为加快科技成果 向战斗力转化拓宽了思路 为推进我军现代化创新进程 进行了有意义的理论探讨 原标题 新时代青年 为何结伴入伍 某基地新兵六团战斗精神培育系列报道之一 编者案 习主席强调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面对网络一代的年轻战士 如何从参军之初 让参军光荣的导向立起来 被战打仗的气氛浓起来 请跟时代曼搏抓紧抓时 新战士战斗精神培育工作 帮助他们扣好军力生涯 第一例扣子 来 在新兵训练 已经展开一个阶段之际 请跟我们走进一个个新兵连 室外寒风如霜 室内暖意浓浓 踏着午后的阳光 走进位于卢南山须的某基地新兵六团 端坐在会议室的两台新兵 代表各个精气神十足 大聊到为啥来当兵 1036班班长曹丘纳张口就爆出一个大新闻 我们班九个女兵 有三个是与情侣结伴入伍 真的是结伴入伍 面对记者的疑问 曹丘纳语气坚定 他们班亲兵沈西禅 看到在空军服役的男朋友越来越阳刚 今年九月 毅然放弃西安石油大学研究生入学资格 追着让男朋友发生巨变的力量 应征入伍 陕西及女兵城小节 去年就和男朋友约定一起探军入伍 后约体检没过关 宋别身穿尼海服胸带大红花的男朋友之后 一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今年顺利通过各项检查 接到入伍通知书时 又与男朋友约并一起努力考上京校 把最好的青春留在军营 女兵城也 从小听着当过兵的父亲 讲述军营故事长大 这两年 三天揽头听服役的男朋友讲部队改革后变化很大 从小有着军营梦的小城 今年潇洒挥别家乡来到部队 走过军营一把优先通道时 心里乐开了花 这是近几年发生的一个大变化 走出会议室 新兵团团长孟幸超感触颇深 参军入伍在很多地方又热起来了 请他们团今年就有39个同学 6对情侣 3对姐妹结伴入伍 不能再带有色眼镜看00后了 都说00后是吃着薯片 刷着手机 看着网剧长大的 喜欢当男个性 自我设计 为啥爱上了训练类 管理人 要求高的军营 为了和新时代同行 10309班的大学生新兵 尹凤海告诉记者 在华北电力大学上学时 看到媒体上新洋人民军队 改革强军的报道 感到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要有自己的身影 就这样 他拉着同一个宿舍的 三个人集体报名入伍 为了更好的成长 103联系班新兵张兰兴自豪的说 他的双胞胎妹妹张兰兴 前年入伍当了通信兵 一年后就开始笑花姐姐太幼稚了 看到妹妹说话办事 带人接务老练多了 深感军营是个大学校 所以努力提高自己身体素质 今年终于顺利过关 圆了两年前的军营梦 为了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 新战士古高鹏和薛涛 是一位表兄弟 得知村里动员是零青年参军入伍 正在外面打工的懒人一和季 钱可以以后再挣 但当兵进义务不能等以后再说 于是相约入伍 来到了这个新兵团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00后已经长大 他们把我的梦和强军梦连在一起 就是把个人和祖国连在了一起 这些结伴入伍的青年们 正大步走进这个大有可为的新时代 江南华和妖兵张绍波 没有那种青春能够轻易摇晦 没有那一代青年可以简单定义 这群青春洋力的花季少女 先守三十基台 又执着和奉献 书写自己的多彩青春 他们就是化物女兵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73级团军谋履化物班 看看化物女兵们 是怎样练就一身过硬本领的 西上一秒钟 击下百月宫 击下百月宫